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冠肺炎疫情后一直无法压平感染区限 而且在进入2021年的时候 单日确诊病例节节攀升 为了有效和新冠病毒宣战 政府在今年1月初颁布全国紧急状态 直到今年8月1号 在这期间 政府前后两次重新启动行动管制令MCO 但是单日确诊数据和死亡人数多次创新高 同时在各阶段行动管制令和全面封锁措施下 导致许多家庭面临生存困境 纷纷在家门外挂上白旗寻求物资援助 不过庆幸的是 在今年2月24号启动的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进展顺利 当疫苗接种率逐渐提高后 各项疫情数据也跟着下降 随后政府在10月推行安全重新开放政策 允许完成接种的民众自由跨州甚至出国 人们为了提升民众对新冠肺炎的免疫力和保护能力 在10月中也启动了疫苗加强针计划 另边乡 在全民忙着对抗疫情的同时 教育部宣布 从今年开始全面废除小六减定考试UPSR 并以校本评估取代 这也意味着UPSR从此走入历史 尽管教育部废除UPSR考试 但是中学预备班则会继续保留 目前不会有任何改变 此外由于我国疫情反复 教育部也决定取消今年中三评估考试PT3 我国的政局今年再次陷入动荡局面 先是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在失去议会多数支持后 在8月16日宣布辞去首相职位 这也意味着由慕尤丁所领导的国盟政府 只执政17个月 是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政府 同时代表着2018年509全国大选 在还没届满5年 我国就出现了3名首相 这是空前也算绝后了 随后巫统白乐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在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下 宣誓出任我国第9任首相 在新首相上任不到4个月内 我国也迎来了两场州选举 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出任我国第9任首相后 并没有蜜月期 在宣誓后的隔一天 发表第一个就职演说 提出大马家庭 Gloga Malaysia的概念 接着首相宣布新内阁阵容 不过副首相职位再次悬空 依旧委任4名高级部长 辅佐他处理首相职务 而且这4名高级部长 都是前朝内阁的高级部长 原班人马 当中除了拿督斯里·西山木丁 从外交部换部门至国防部 其他高级部长的职位保持不变 之后政府与西蒙为了恢复 国家的政治稳定 以应对新冠疫情 签署一份量解备忘录 紧接着朝野通过 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 2022年财政领算案 以及国会以199票赞同一致通过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修宪案 至于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命运则大不相同 他在备受瞩目的 SRC国际公司案中上诉失败 必须坐牢12年 和罚款2亿1000万令吉 不过纳吉已经决定 向联邦法院提出 最后一个上诉机会 因此在这段期间 他将不必坐牢及偿还罚款 而联邦法院可能会在 6个月内临审这项上诉申请 同时预料会在 大约6到9个月内 会有最终裁决 另一方面 我国对抗新冠疫情稍微回缓 马六甲在发生政府垮台的事件 国盟、国阵与西盟三大阵营 在28个选区全面开打 最后国阵取得超过3分之2的 绝对多数议席成功执政马六甲 反观公正党11名候选人 全部败选 导致西盟内部嫌隙再起 出现要求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退位让衔的声浪 而盛传已久的第12届沙拉越选举 在延长的紧急状态提早解除后 终于在12月18日接着登场 这场被誉为吸鸟之乡 史上最为激烈的州选举 共有多达349名候选人 角逐82个州议席 当中N52都东区更是陷入 八角大混战局面 只有区区4个选区为直接对垒 最终沙拉越政党联盟GPS 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迎下政权 在竞选的82个议席中 成功拿下76个议席 不但在土著区近乎全胜 就连华人选区也取得亮眼的成绩 当两场州选举顺利落幕后 绵绵不断的大雨 却导致西马半岛7个州属 和一个直辖区发生严重水灾 这场无情的水灾 导致18000多户家庭受影响 夺走至少48人的性命 还有5人失踪的悲剧 同时灾民确诊感染 新冠肺炎的病例 却处于上升的情况 再回顾了过去一年我国政坛风起云涌 同时之间全国被新冠疫情阴影笼罩 但是我国的男双组合卸定风雨苏伟毅 在2020年东京奥运羽毛球赛中 成功为大马夺下第一面铜牌 举国因此欢腾不已 至于2022年 我国能否迎来对抗疫情的转折点 目前一切还言之过早 无论如何 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努力防疫 在生活上养成自律 别让早前单日确诊压到 各位素的努力变成曾经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